首先这个工作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的工作 特别是我们作为感染科医生 这个是我们一不容辞的 就是我们的分内工作 画面中的人是中国志工党党员 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医疗主任佟巧霞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他带领团队驻守重症隔离病房 投身占役一线 近日佟巧霞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 为缓解初期人员不足 交接忙乱等问题 原本只需坚守14天的他自告奋勇 在重症隔离病房住手了一个月 比如一班医生是上24小时 休息两天 然后第二班医生再来 因为我们的病人的病情变化是非常快的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这两天之间的事情 发生的事情 那么前一班医生可能就会不知道 那么当时我下去了14天 因为新的病人 新的团队的磨合 所以的话呢 我就说如果是说 我觉得应该说是还能够坚持吧 那我就说 那我就继续再再干 所以我相当于是每天都要把病情 和我们的这些医生进行交流 进行沟通 巡视病房 分析病情 收治转运 在驻守重症隔离病房的一个月中 从早忙到晚 成了童巧霞的工作常态 回忆起那段日子 童巧霞笑着说 没有周末 没有午休 自己也仿佛没有了时间的概念 病房的医护人员 大多来自不同科室 为了减轻他们的不安 为重症病人腌世子采样的工作 童巧霞经常一人包揽 那么当然刚开始的话 因为大家就是 确实是对这个事情不太清楚 我想也会多多少少 会有些恐惧的这样心理 就是我去做了以后 大家也看到这个 一个是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另外的话 也看得到做好防护 其实是可以的 在童巧霞和团队的努力下 诊疗工作的开展 愈发有序高效 但重症隔离病房的病人 大多病情复杂 很多病人会因此产生恐惧心理 甚至抗拒治疗 童巧霞便常常开导病人 帮助他们树立信心 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病人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 因为他有基础病 那么治疗的话 效果不是非常明显 所以这个病人开始 也有一些消极的情绪 查房问他什么不好 也不说话 那么每一次 我们就会在他的床前 多给他沟通一些 多问他几句 多鼓励他几句 那么查房几次以后 我慢慢就发现 这个病人就是 越来越爱讲话了 那么最后确实是 这个病人 这个病情好转了 作为这个医护人员来说 可能不单纯是个 药物治疗的问题了 可能在很多方面的话 是需要我们去 进行安慰和鼓励的 不少病人在治愈出院 或转院后 仍会咨询和问候 同窍霞 这份依赖和信任 让他深受感动 对于未来 同窍霞说 尽管疫情正在逐步好转 但他也不会有丝毫松懈 一个是疫情还没有结束 另外的话 我们也陆陆续续要复工 而且全国治愿的 这个医护人员 都还没有撤退呢 所以下一步的工作怎么样 我们还听从安排 没有什么说是 自己多大的功劳 只是说我们在这个 这个战役中 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我想每个医护人员 都是这样做的 需要的时候 大家都会冲在前面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